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可以承载一个 然后这里面高度为2可以承载两个单位 左边还可以承载一个单位 所以它总共是可以承载四个单位的积随 最后反为4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和直华的见证来支持我的创作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YouTube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当我们阅读完这个题目之后 有可能会激发我们的一个印象 就是木桶效应 木桶效应的含义就是 一个木桶当中能够装载多少水 取决于这个木桶的最短木板的高度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木桶效应原理 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解决这道题目 下面我们以一个网友制作的一个非常棒的动画为例 看个这道题的解敌思路是怎样的 我们还是根据木桶效应的原理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木桶的周围 一个最小的一个短板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用一个优先级队列 最小堆 每一次都可以找到最小的一个短板 那首先呢我们要将这个矩阵的周边的所有的元素 放到优先级队列当中 然后将这个元素当中的最小值2弹出 首先呢可以用一个访问宿主 来去标记那些已被访问过的元素 那这里面的绿色和灰色的元素就是被访问的元素 紧接着我们要维护一个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代表的是黑色的元素当中的一个最大值 然后紧接着我们以这个黑色的点 向四周扩散到那些没有被访问的节点 在这里面只有四这个元素没有被访问到 将四这个元素放入到优先级队列当中 紧接着我们还是拿到这些优先级队列的最小的一个元素 然后更新我们的最大值 然后再向四周扩散 下面呢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绿色当中的一个最小元素是右边的这个四 那么进行下一步 我们将四弹出 然后向四周扩散 那这个时候 在向左扩散的时候 我们发现三这个元素是比四小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计算 这个时候能够承载的一些积水 就是利用这个最大值减去当前这个元素三 然后还是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去迭代 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整个的这个二倍矩阵能够承载的所有的积水 所以这道题是利用木桶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去解决的 我们利用的数据结构就是最小堆和算法就是BFS 那么在明白了这个算法之后 我们来把代码写来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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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电话写完了 首先我们来检查眼带码 首先是声明了一个结构体 来去标记每个元素的位置 以及它的高度 然后同时 重载了一个大于符号的操作符 为了是构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堆 在函数的入口 首先盼了一些边界的情况 它的输入的行或者列不能为0 然后再去声明一个访问宿主 它的空间大小是rc 再声明一个优先去对列 这里面我们的比较操作符用greater greater是一个最小堆 它默认的less是一个最大堆 这里面我们需要最小堆 所以用greater greater会去使用 这个node的一个大于的操作符号进行比较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要将这个矩阵的四边的所有的元素 追加到优先去对列当中 然后同时标记访问宿主 然后紧接着我们声明了一个结果边量 water来代表的是能够承载的所有的水的总和 以及的访问节点的一个最大的值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bfs的一个模板 那么它要进行一个不断的迭代 它的条件是当前的优先对列不为空的时候 首先拿出最小的一个元素 然后去计算当前能够乘多少的水 追加到water变量上 然后最后呢更新这个最大值的变量 然后再以当前节点为中心向四周呢扩散 然后要有一些边界条件的判断 以及访问的标记的判断 然后以这种方式迭代 最后呢求出来的water呢就直接反过就好了 那么下面来运行一下车子用力 可以buffer 哦这个条件写错 出了我答案 那么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代码 哦这个地方呢这个值也写错了 应该是node的r和node的c 它在这跑下 没问题提交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用了一个广度运行搜索 加上最小堆这样的数据结构 解决了这个题目 这道题目可能刚刚看起来呢 比较难思考 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同效应的原理 对于我们解题的思路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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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